Delta病种病毒我们每天focus它在中国四孕的情况 以及在中国的对头美国 美国情况跟中国一样变成难兄难弟 而且美国情况现在非常恶化的速度非常快 美国新增的确诊病例当中 93%全部都是Delta确诊的病患 而拜登政府提升防疫还是靠疫苗跟口罩 这个星期美国国防部要对现役部队发布强制注射令 白宫考虑对入境的外国旅客要求一定要接种完两剂 完整接种才准入境 美国的防疫专家佛西警告 如果美国还不赶快的扩大接种 到昨天为止美国的接种注射率是七成 但是佛西呼吁还要比七成提的再高 不然的话秋冬将会面临新的变种病毒 美国将没有办法应付 世卫呼吁这时候复国可不可以暂停打加强针 至少等到所有国家10%的人口接种完成 复国再去囤积疫苗打第三剂 不过严者尊尊对于美国这些疫情延烧非常严重的强国来说 现在已经有一些地方计划 秋季要开始注射第三剂加强针 席卷全球的Delta变种病毒 现在已占全美新增病例93% 在部分中西部和中部大平原地区比例更高 超过98% 5月底Delta不过占美国新增确诊3% 当时主要病毒株是源自英国的Alpha变种 占69% 但现在情况逆转 Alpha占不到3% 如今美国平均每天新增9万人确诊 很快一天就会超过10万人染疫 目前疫情最惨重的路易斯安娜 佛罗里达 阿肯瑟 密西西比和阿拉巴马 过去一周每天每10万人新增50例以上 全美近5万6千人因新冠肺炎住院 一天就增加10% 路易斯安娜和佛州医院病床都相当吃紧 少数的好消息是 美国疫苗接种再次提速 每天超过44.6万人打第一剂 是7月4号以来最多 但按照这个速度下去 恐怕要到明年2月中 才会让所有美国人打完第一剂 现在传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最快本周就会寻求美国总统拜登授权 对所有现役部队发布疫苗令 因为这将攸关国家安全 目前美国军方约一半完成接种 当中海军因去年航空母舰爆发群染 完整接种率最高达73% 原本五角大厦有意等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通过疫苗完整药证后 再加入军方强制接种的疫苗名单 避免不必要的争议 但在拜登政府扩大施打的压力下将会提前实施 白宫也同时严拟未来解除旅游线之后 将要求几乎所有入境美国的外国旅客 必须完整接种疫苗 WHO世界卫生组织则呼吁 赋予国家暂停施打加强针 全球疫苗分配不均 富国穷国之间差距大 88国完整接种率不到10% 至少40国不到2% 台湾也是其一 目前北美洲接种率最高 欧洲次之 再来是拉丁美洲 亚洲 非洲垫底 不过白宫发言人表示 美国准备好提供部分美国人打加强针 但也能继续捐赠疫苗 现在新冠感染不只是年轻人 甚至往下扩大到孩童 上周全美近7万2千名 青少年和儿童确诊 比前一周大增84% 在新疫情镇央佛州 尽管州长行政命令 禁止学校规定戴口罩 仍有两个学区 寄出口罩令 阿肯色州 共和党籍州长则坦诚 后悔签署 进口罩令 后悔的州长要召开议会特别会期来修正法案 让地方学区有权对12岁以下学童发布口罩令 提示文字幕和报道